比台风海难预测 梅雨滞流封面来袭 虽然比预期中晚了几个小时 不过封面还是为中部带来雨势 到今天傍晚6点前 累积雨量前5名都是在云林 而中午气象专家也观察到 有烟囱云接近台湾 这表示新的对流包持续产生 一团接一团就像是烟囱冒烟 容易有雷雨还有剧烈天气发生 而且专家提醒 这几天只是暴雨的前奏 降雨热点真正开始是从22号到24号 尤其是中南部最高雨量 预估可能达到350毫米 这三天全台都不排除 有豪大雨等级的雨势 而气象局预估这波梅雨走得慢 降雨至少会持续到下周二 梅雨封面迟到了虽然走得慢 但周二也已经抵达台湾上空 而且中午气象专家也观察到 有烟囱云接近台湾 这表示新的对流包持续产生 一团接一团就像烟囱冒烟 容易有雷雨和剧烈天气发生 气象局预估周三的降雨热区 落在中南部地区 预估明天中南部地区 还是有震雨或雷雨 也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 不过气象专家表示 这几天还只是暴雨前奏 今天这几天其实只是这一波封面的一个前奏而已 它真正的一个月章其实是在这个5月22 23 24 走得慢滞留时间也很长 周四前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震雨 山区也要注意午后雷震雨 较强的雨势将从周五开始 从北到南雨量预估几乎呈现紫红色 尤其中部地区预估雨量可能达到350毫米 加上伴随西南风下周南部的雨量也有机会来到350毫米 这三天全台都不排除有好大雨等级的雨势 气象专家彭启明也在脸书表示 预期最快下周三封面难移到巴士海峡附近 雨势才会缓和 而从梅雨指标图来看 其实6月3号前都是有利梅雨建立的大气环境 下坡梅雨报到时间点可能落在6月16号到6月20号 不过封面变化大还得再观察 梅雨季节防洪防灾得超前部数 解释瑟路特报道